大家好 我是佛光山的医工法师 非常荣幸参加了 王云武基建委所举办的自学历的论坛 在佛教里有一句话叫做 是依止 法依止 墨义依止 有一点拗口 一直是说 这世间最重要的是要依靠自己去完成 不要去圆木求以找外面的力量 那其实在孔子有讲到学而实习之 可见学习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般都说开卷有益 其实要倒过来讲 有益才开卷 庄子说身也有牙 血也无牙 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 去追求无限的学问怎么可能 因此要找好的数来读 所以我们在学校读书学习是有一段的期间 但是就像孔子说 学而实习之就叫永续学习 所以其实人生有更长的一个段时间 是要自我学习 是要开发自己的一些潜力 那其实佛教它本来就是一个 它叫做把你的心性 美好的佛性心性开发出来 以我来看 它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的心性 人力的开发公司 所以把我们很多一些潜能 一些学习的力量怎么样显化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论坛别有意义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学习 学习的学习